高雄汗来海港餐厅巨蛋店 在日前一次传出食物中毒案例 总共是有52个人出现了腹泻等症状 而机关署介入调查之后 在目前发现病人都没有检验出 墨罗或者是轮状病毒 因此怀疑可能是细菌造成的食物中毒 而餐厅在停业4天之后 今天重新开议了 用餐时段还是涌现排队人潮 生意看起来似乎没有受到影响 用餐时段餐厅门口已经出现排队人潮 汗来海港巨蛋店因为食安问题 休业4天后重新复业 不会担心吗 不会 有信心 我之前有定位然后被取消 我昨天又临时订了 认为店家会复业就是准备好了 不影响民众想吃吃到饱的医院 高雄市卫生局调查 整体疑似食物中毒案例 共有52人出现复现等等的问题 机关署也进入调查 针对病患检体进行检验 诺罗伦状病毒皆为阴性 相关检体仍在进行细菌培养中 而常见的食物中毒 致病细菌有沙门式杆菌 大肠杆菌 仙人掌杆菌等等 不排除是细菌奏成的食物中毒 我觉得蛮有信心的 而且他们清洁一定已经做好了 所以今天应该是最干净的 我觉得 吃海港也吃了好几年了 也没有遇过这个问题 而且说真的 通常有问题之后的隔一天 再重开也应该是最干净的时候 业者强调经过几天的自主倾销 也强化内部人员卫生教育训练 针对就医民众医药费 全额支付并罚慰问金 后续赔偿资金 但卫生局检验报告出入后 才能跟保险公司进一步讨论 会在与消费者意义协商 叫王牧廷克成号在高雄的采访报道